这衣裳弄出来以后 那么一帮人穿上这衣裳 在咱街溜的 不是鬼子进村那是什么呀 天台马哥又愤怒了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近日 利宁公司服装事件 引起了人们的重怒 这天台马哥又写了一首顺口流 对此事 马哥以百姓的角度 是怎么评价的呢 应该警惕什么呢 来请您一圈三连 咱们一起听听吧 中国李宁 起操神童 李宁服装 世界文明 制作的服装 红黄一体 领奖台上 各个精英 财富多了 意识疏松 侵华日军 匹帘山峰 文化渗透 我应清醒 日本的阴谋 让他扑空 李宁公司 别再狡辩 真诚的道歉 才算英明 话五多说 李宁醒醒 李宁醒 充当了汉奸 还说成功 大家应该您听出来了吧 这是谁的声音 马哥 自立人好 马哥好 大家一听就要说李宁了 是不是马哥 对对对 今天啊 这事啊 这李宁这个 这个叫什么 人给一个带号叫什么 大索庄 哎 是不是 对 已经说了有半个多月了 对 这十一钱的事了 嗯 李宁这个秋冬季服装发布会 对 在某某省的一个机场 机场 那地儿大啊 那地儿宽敞 对 举行了一个秋冬季服装发布会 是不是 让模特穿上 嗯 因为他这个我也看了看 后来听说这个事看了看 他那天一共发布了 就是三套 哎 三套 他是在总体来说 他是以飞行员的服装 嗯 还发布的 后来呢 我呢 看完以后啊 我这东西啊 给我一个什么印象啊 李宁这个发布会啊 咱先别说那屁联啊 嗯 李宁的服装 在我的认知当中啊 李宁的服装是 运动服装 对 是不是啊 就是咱们运动员 哎 也许啊 是老百姓也愿意穿 就是运动的时候 什么跑跑步啊 打的球啊 那服装 哎 他绝对不是生产 旗袍的服装 是 也不生产 这个 西服 啊 西装 啊 工作装 他也不生产 对 后来我就说 他怎么 他怎么非得要发布 那么一套衣裳 这咱就不抬抗了 嗯 是不是啊 但是这里头 出楼子 就出在这儿了 哎 就在第二组的服装里头 嗯 就说这叫什么什么服装啊 就说咱们现在在网上也都能看到 这个 这个模特 三个模特 都是小伙子穿的这个衣裳啊 嗯 一看 就不用说 哦 对啊 别别抬杠 那就是日本鬼子进村的服装 还真是 是不是啊 嗯 后来咱们这网友呢 就给他这个事 一下子就发到网上去了 就是 就是那意思就是 跟李宁治政呗 跟李宁公司 哎 说你这衣裳 纯在就是日本鬼子进村啊 是不是啊 那衣裳还 尤其那帽子 有屁帘 还有屁帘 尤其这有屁帘啊 就点 更典型的日 日本服装了 哎 是不是啊 现在 谁火了 不是 潘长江火了 为什么呀 一照屁帘这个 这个帽子呀 啊 就有这个谁 潘长江的镜头 潘长江不演过那个 日本鬼子 演那个日本鬼子 对 那那那衣裳 但是这个 找到网上要质疑李宁公司 李宁公司 开始的行动是什么呀 躺平 不答复 对 不答复 对 不理你们 你们这 什么都不懂 嗯 后来没办法了 迫于压力哈 出来一个这个也就算他的新闻发言人呗 对 是不是咱就说具体是谁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确实最后 迫不得已了 来了个发言 嗯 来了个这个声明 嗯 说我们这帽子呀 是仿着咱们古代 什么什么 他举了好多例子 哦 说是仿着他那个什么的 说这屁帘帽啊 并不是说日本人的专利 嗯 我说你这就是带狡辩 对 我承认 这屁人帽不是日本人的专利 但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 杀咱中国人的时候 他穿的就那身衣裳 咱们对这身衣裳 很敏感 是 是不是 对 那用你解释吗 你还是在这在这狡辩 其实说句白话 这个这设计者 这一刀这才知道 李宁公司聘用了 他这个CEO啊 是个日籍华人 哦 你知道吗 嗯 他在日本上的学 在日本工作 嗯 最后他入了日本籍 哦 他在这个日本的也是搞服装这块的 而且他在韩国 也待过 嗯 他也是搞这服装设计的 最后可能干不牙去了啊 最后他跑到中国来了 他是中国人啊 嗯 他是日籍中国人 跑到中国来 可能就是 让李宁给应聘了 哦 他说那意思 我能的大 我能给你设计出好的衣裳 啊 嗯 最后设计设计半天 就弄这一套 就他妈弄这一套 嘿 所以这里 你看这事小 说小也小 说大也大 对 这是标准的 这是 他弄这衣裳以后 他打得擦边球 嗯 你知道吗 他呈现 惹你 中国人的眼球 让你看看看 看这帮人 看得出来 是不是 你要是看出来了 牙也许就收拾 要看不出来以后 牙就批量生产 嗯 你知道吗 我就说了 这衣裳弄出来以后 弄他们一帮人 穿上这衣裳 在咱街溜在 那他们不是鬼子进村 那是什么 他们解释呢 其实你是越描越黑 嗯 总体来说 这事已经发生了 公司现在 他已经出来 呃 说了一句 实在的话是什么呀 他说这事既然 已经网上骂声不断 嗯 是不是 他已经 公司已经宣布了 就那意思 暂时 不批量生产 哦 可能是 他就 我又 我也是看这个 报道 那么说的 我说你别问 你别问 什么叫批量生产呀 还暂时不批量生产 一件都不能做 对 对吧 你别像市场 你上市场 也没人买 对不对 也得挨骂 通过这件事 说明什么 这就是一个文化的渗透 对 这小日本多厉害呀 你知道吗 前一阵发生的 咱们这 就这 就这些年啊 发生的日本这些文化渗透 嗯 这个 这个 咱们什么渗透 多了 这是服装 对 进来了 教科书 进来了 养老院 进来了 小学校 进来了 日本 风清街 夏日记 对 还有什么 这个 在什么南京 玄奔寺这 玄奔寺 你说现在 这小日本 你问现在是不是有点 灯鼻子上脸 真是 但是人 灯鼻子上脸 咱也说 他确实也是 他也是吃了心了 他也忘了想了 也敢着咱们国内 也敢着创造了市场 哎 你说这国人 那位我也说过 那些纪念九一八的时候 我也说了 国人呀 不能这么着了 不能看眼前的经济利益 对 该警醒了 你知道吗 小日本至今 呀 这心也没死 还真是 你知道吗 在这里我也劝谱那些亲日的 嗯 还有那个 媚日的 嗯 还有咱中国啊 现在已经有了汉奸 还有日本这个这个 右翼派什么 你们都算上 你别打这中国人的这个这个谱了 没错 我们醒醒了 是吧 原来啊 我们是 完了 大个旗就过去了 嗯 一看你这小子真是他妈蹬鼻子上脸了 是 越弄越厉害了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下一代怎么办啊 是不是啊 原来教科书都干嘛什么了 这教科书这事不是说 也解决了 也解决了 解决了 就是那书啊 换了 哎 但是具体说真正的 谁出的主意 处理了谁 咱现在也没看到结果 嗯 是不是 现在 先给他杀出车了 哎 这就不错 对 是不是啊 还有这个这个 李宁这个服装 这个屁股帘的事 嗯 还有这个 大我服啊 大幼服啊 是不是 但愿 各个公司都要吸取这经验 对 李宁这他不让坐了 一会儿他跑一别子又坐去了 是不是 给你钱 这要资本进入啊 对 是吧 我给你钱 你做这个 你没钱 你赶上这个人就看上那钱了 他就坐了 他就那么渗透你 哎 所以通过李宁的事了 马哥分析这事 说就是一说 哎 一个服装 做的像这个日本军服 一说一什么就过来了 我不坐了 这不是那么简单 还真是 这里是有原因的 他敢打着这个 找咱们这个 这叫咱们这个李宁的服装啊 是国潮之光 哎 是咱中国的著名品牌 没错 李宁当年给中国人民争了光了 哎 给国人争了脸了 是 但是国 但是咱们中国 也给了他足够的红利 哎 所以他现在有钱了 公司大了 千万不能那么绕 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李宁唯一的什么 赶紧出来澄清这事 诚恳的道歉 嗯 是不是啊 咱们也不是说 一下就 我这么说啊 也不是说 网上就说了 多少也不买李宁衣装了 你说李宁前一段 那衣装 绝对是为国人争光 对 尤其李宁的衣装都打到什么了 外国人都穿咱李宁的服装 是不是 尤其咱们这个 这个他这个 红黄相接的衣装 对 一到那领奖台上 跟咱国旗那事 乌乌相应 国歌一奏 金牌一挂 哎呦 那他妈这 心情啊 相当他妈的激动 所以呢 这李宁呢 一聊起来呢 咱也他恨李宁 咱也为他惋惜 真是 但是绝对这涨风波 影响李宁的收容 哎 是不是 听说这股市 怎么着的 还有资本嘛 也唠了不少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还有挽救的可能 嗯 是不是 对 承认的唾伍 是不是 咱借着下月啊 不是给他做高 借着下月双十一 哎 你再 搞个 新的发布会 做出国人喜欢的衣裳 是 是不是 行 马哥对这个事 就这么看 说的好 马哥 好 你看 马哥说的真好 李宁是中国的民族品牌 是国潮之光 更是很多人的期待与希望 如今 李宁服装事件 是否同 独教材 养老院 日本风情街一样 也是一种文化渗透 每一位有正义感的中国人 是否要警醒呢 对此 您有何看法呢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